大家好,我是大雄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 俄国战争让我们有幸 亲身见证历史 俄国战争第705天 首先来看有关资讯 老拜登姑息养奸中被咬 1月28日 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 有无人机袭击了 约旦22号塔的军事诏所 袭击导致三名美军死亡 34人受伤 这是中东局势紧张之后 首次出现美军伤亡事件 22号塔位于叙利亚 和伊拉克边境附近 但不在约旦境内 得知消息后 拜登和美国国防部长 奥斯汀都誓言 将对袭击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美国国会呼吁总统 立即采取报复行动 惩罚伊朗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共和党领袖罗杰 威克呼吁拜登 直接打击伊朗目标及其领导人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众议员迈克罗杰斯 也呼吁拜登 让伊朗及其带人 承担责任 一些共和党参议员 纷纷谴责拜登 对伊朗过于软弱 导致今天的局面 拜登的对手特朗普 也嘲讽拜登 并表示没有拜登将世界和平 可以说此次美军出现 重大伤亡事件 完全是老拜登 对伊朗姑息养奸 政策一手造成的 本来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由于美国冻结了核判断 封锁了伊朗的石油出口 伊朗再也没有力量在中东搞事情 中东阿拉伯国家纷纷开始和以色列建交 可自老拜登上台后 重启了对伊的和谈 部分解锁了伊朗的石油出口 伊朗即此在中东满血复活 自从今年 汉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10月7日 袭击以来 中东可以说陷入了大乱局之中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最大推手 就是老拜登 可以预见的是 拜登可能在压力之下 向伊朗带着人发起了大规模的打击 对伊朗采取严厉的 中东局势可能会升级 直接下场打的伊拉克民兵 以及背后的伊朗 还是忍气吞声继续谈判 喜欢玩弄手腕的老拜登 不知道会如何选择 硬汉继续颠倒黑白 为战争辩护 1月27日 普京与白罗斯总统路卡申科 出席了列宁格勒州 纳粹种族灭绝 苏联受害者纪念馆开幕式 纪念列宁格勒解放8周年 普京在讲话中 猛烈的抨击乌克兰和西方阵营 一些国家出现纳粹主义 他说在波罗的海国家 数万人被宣布为下等人 他们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 遭受着欺凌 基辅当局攻台颂阳那些 希特勒帮凶和党卫队员 对所有不顺眼的人 施以恐怖暴行 平民居住的城市和乡村遭到了野蛮轰炸 老人妇女和儿童被无情的杀戮 在一些欧洲国家 反俄主义已经上升为国家政策 普京声称俄勒斯有决心有能力 消灭世界上重新抬头的纳粹主义 众所周知 俄罗斯一直将苏联 作为二战战胜国的道统 拿来挤拥 所有和俄罗斯作对的 都是法西斯纳粹 被普京点名的法西斯纳粹国家 包括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加拿大和波罗的海三国 罗卡申科在随后发言中表示 完全同意普京总统的判断 而普京点名的几位纳粹 和法西斯的头目 包括了乔拜登 特鲁多 斯大克 马克龙和肖尔茨等 当然 斯林斯基是这些人的马仔走狗 俄罗斯指责的法西斯国家 囊括了这其中的五个国家 日本不在欧洲区域内 意大利对正当世界大国事务 并不热心 所以可能因此没有被提到 硬汉这波口水输出只是老调重弹 没有什么习意 唯一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 硬汉反对的对象和一百多年前 老佛爷宣战的对象竟然如出一辙 区别在于一百多年过去了 文明国家依旧文明 野蛮国家却在逐渐的减少 法国最近原雾的力度有点猛 最近法国原雾的力度不可谓不猛 法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3000枚 155毫米炮弹 供乌克兰使用的法国火炮系统使用 虽然这点玩意儿可能只够乌军在前线用一天 但比起来当初那已经是天打地别了 另外 法国还将每月向乌克兰供应50枚AASM制导航空炸弹 转让40枚远程SCALP导弹 并生产78门凯撒自行火炮 法国原雾力度虽然还比不上美英德三国 不过怎么说 法国如果还想扮演欧盟领袖的角色 不拿出点实际行动是不行的 对于马克龙的转变 最不能适应估计就是硬汉了 因为开战前 马克龙还到莫斯科聆听了一番 普京长篇大论的 所谓不堪历史上属于俄罗斯的演讲 给了普京认为法国必然反对欧美支持乌克兰的错觉 开战后 法国也是原无最不积极的国家 而且也是最为明确 让乌克兰割地求和的国家 可现在 法国却和俄罗斯过招不断的 从以前的象征性的援助乌克兰 变成了大规模的实质性的援助了 所以这次硬汉也把得法西斯的称号 给予了法国和马克龙 阿巴斯称哈马斯如赢得选举胜利 将让出全力 1月28日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副总理兼巴总统阿巴斯的发言人 纳北勒阿布鲁代内赫表示 巴勒斯坦人民需要找到共同点 并制定统一立场 目前政治决策的负责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极其主旗阿巴斯 但战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准备举行大选 如果哈马斯获胜 总统将移交权力 鲁代内赫的话听上去很正确 但其实谁都知道 这话纯属假惺惺 上次2006年 哈马斯确实选赢了 结果双方谁也不服 干脆开打 打输了的巴勒组织走人 哈马斯成为了加沙的草头王 现在在哈马斯新疆玩玩之际 鲁代内赫又出来说 这样的话 只不过是想表现一下姿态而已 别近吧 给一个将死之人许诺 让他当苏丹 并没有任何意义 下面来看战场最新消息 过去一天 俄人的人肉冲锋力度有所上升 死亡人数达到了1070 坦克和装甲车损失35辆 在阿弗迪布卡地区 俄军在北部斯特波维方向的进攻 都被击退了 南部 乌军发起了反击 第16和47旅 在M2A2布拉德利布战车 和M13装甲车的帮助下 攻击奥霍塔皇宫附近 战斗还在继续中 灰色区域扩大 战斗中 俄军在特尔尼附近 发动了猛烈袭击 损失了50多辆装甲车 在马林卡新海利弗卡地区 俄军利用其地理优势 加强新海利弗卡西北部的战术阵地 俄军似乎准备攻击马林卡 海利弗卡公路沿线的防御区 在赫尔松地区 乌克兰海军陆战队 正在小幅扩大 左岸敲头堡 俄军对克林基的进攻 再次遭遇失败 在巴木特地区 伯赫达尼弗卡 伊万尼弗斯克 克里什吉弗卡地区的战斗 拉举中 扎布罗热地区的战线变化并不大 在湖北扬斯科 克里米纳来往地区 俄军仍然未能占领 库布扬斯科地区的塔巴伊弗卡 战斗还在继续 在新基弗卡 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中 俄军的进攻再次被击退了 1月29日 赫连斯基表示 希望美国不要停止帮助乌克兰 否则 欧洲将无法独自应对 北约将被削弱 这将威胁到现有的世界志气 乌克兰战斗的意义 不仅仅是乌克兰自己的战场 更是欧洲乃至世界秩序的重新构建 在这个十字路口 就看美国 欧洲想要什么 乌克兰人曾说过 哪怕没有援助 也要靠铲子战斗 而且不会投降 不会放弃战斗 他们明白为了自由 为了未来 为了下一代 他们绝对不能投降 他们必须战斗到底 节目最后 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马上春节就要到了 大熊想要让妻儿过个好年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讨要一些打赏 当然如果您的经济情况不好 就别给我赞赏了 帮我转发视频 或是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来观看 也是对我很好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正义发声 一份小小的鼓励 一份暖暖的心意足以 祝所有的朋友平安喜乐 事事如意 愿所有的幸运伴随着您 愿天下大统再也没有战争